說到有些人在嚴重的罪中 其實幾件事是一起幫助他 關心他、問候他 還有機會跟他說多些恩典神的故事 但也有另一件事就是 需要讓他知道一些聖經的說話 例如《加勒太書》五章說到 尤緣、污衛等是不能承受神的罪 可以在罪中失去感恩 其實他有一個來源 如果一個人在情慧中 他有一個來源就是 他很想得到伴侶、安慰、有人陪伴 也可能是很想有性的關係 這個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真的會跟別人有性的關係 是非常嚴重的 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信耶穌 不過在這種情況都情不自禁 覺得好像不重要 所以有時我們需要用這些嚴重的經文 聖經是有一些嚴重的警告 但是我們可能不是說是你 不過我們看聖經 聖經這樣說法 在小組的時候 有時在小組都可以一起查那個經文 我們對於罪一方面有恩典 另一方面有律法 我有一份文件 我應該寫過出來的 我都放過在網上 我可以遲點確定 我放在網上 就是說到不同的原因 我們應該遵從神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好像說 我遵從耶穌得救 我不是一定要全部跟從神 我總之要跟從些少就可以了 那我就全部聖經 go through 去找 到底在聖經裡面怎樣說法 關於我們遵從神呢 然後那些經文擺在內 我就遵律分類 我分了好像二十個左右的分類 一個達人物之下 有不同的經文 有一個文件 我寫過這樣 當我們看到有人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對於人是需要有警告的 因為可以很嚴重 可以失去感恩 還有人可以極度進入危險 當時我在學校做方向工作 我已經很驚奇了 有一個女生告訴我 另一個女生 跟一個婚團計 她也是婚團計的 男生跟她出去約了她拍拖 但我知道她不是對這個女生有興趣 因為這個女生 知道她是 那個男生不會是這個風格的女生 即是一個很無自信的女生 比較弱一點 但她做了些什麼呢 她在那次約她出去 她就摸她的身體 很明顯她根本不是想跟她有什麼長期拍拖 她只是想利用她的身體 這個 但她跟著就沒有再回徒 即是那時事件之後 就沒有回徒 即是有些人 他們是可以以為她信耶穌 她是想信的 不過在序面前 或者在要有結婚這件事面前 實在太難站得穩 所以其實 因緣又去到她對於婚姻的身體 所以我都覺得是因緬和律法 和復導和聆聽她 為何這件事是體重呢 但如果那個人你不說出來 你只能有普遍的教導 但如果那個人已經有前科 我們都可以幫助她面對這件事 即將來的引誘 我會一次解決 審慶 對 思綜 我們可以在旨那裡 對 我們其實是一 Siberian 。